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右汉新村是一个人口密集 居水马龙的地区正筹划到时更新 早在六十年代 右汉以至马场区一带 其实是一片财地 很多人都住在木屋里面 后来由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 发展商有意收回财地 建成住宅 右汉新村是本澳第一个私人屋邨项目 之所以叫右汉 是以发展商有兴建筑 和他的投资合伙人李超汉两名称 组合而成 当时右汉仍然是新区 为了吸引更多居民购买物业 发展商就推出宣传广告 人生为何求 两餐与一宿 每月交贵租 无零买家屋 经济二十位 持税万二六 上世纪七十年代 四五百尺的单位都要四至五万 右汉新村当时的一房单位 售价只是一万二千六百元 两房单位大约两万多元 确实是相当实惠 销售效果亦非常理想 居民大排长龙 六十年代尾 由香港来澳门的牙医梁有酥 在右汉新村生活和开设牙医乘所已五十多年 盧街坊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 游汉新村有很多威势 澳门有第一次分期付款 供楼是第一次的 很均衡 有时有分期付款 人们就没有命力 在排队买楼 买楼花 变得多些人买 首期拿一万元 地下铺来计算是首期12000元 但住宅那些 一二千元都可以 当时一个月薪金多少钱 一个月薪金 三四百元 一个月薪金又去买楼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右汉新村的建筑方式相当创新 是本澳第一个以预製件形式建筑的项目 大大提升建筑效率 80年代大批新移民来澳门 右汉新村的人口迅速增加 现在大家所见到的右汉休戚区 当年有不少人都在这里摆档维生 转量间右汉新村已经落成超过40年 由赛地到大起房地产新潮流 再到现在破旧不堪 成为刀根的先驱 右汉不单只见证着 而且还引领澳门的社会发展 而他的历史更是承载着 不少澳门人成长的美好回忆 你的身边还会有一位右汉人